中间金色有帽的是Annes 他今天被分在第一组第四道 下面要进行的是100米自由泳的比赛 DCD的另外一个队友Karina也参加了比赛 他分在第一道 第一道是最上面的选手白颜色 Annes近期他的自由泳提高很多 留出了自信 今天是2017年11月12号 再过一星期Annes就进入11岁了 Annes这是最后一次参加十岁组的比赛 Annes的最好成绩是1分08秒30 看样子不错哦 他应该可以突破最好成绩 如果提高一秒钟 也就是达到1分07秒29就可以拿到JO的成绩 好到达1分06秒46 Annes拿到了JO成绩 Good JobAnnes Annes要参加比赛了 第二道金色有帽 50米杨勇 杨勇不是Annes的强项 但是他也一样想创造好成绩 Annes被分在第二道从上面数第二个选手 有金色有帽 转身了 Annes和第二名冰架齐驱哈 前二三四名都很接近 看看Annes能不能创造好成绩 三十七秒六九 好Drop一秒钟 现在要进行的是Annes十岁的最后一项比赛 50米挖勇 Annes金色泳帽 最中间这个第五泳的 哎不错 有领先和第一名第二名拼得很凶 华乐瑞跟那个Renee也参加了这一组比赛 哇Annes拼得很凶 38秒01是他最好成绩 看能不能破掉 哦Annes第一名 36秒30哇 拿到了JO 吉喲倒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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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7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